妈 我回来了 这是我男朋友亮仔 你好 来 请坐 沙发这么脏 我怎么坐呀 没事 我给你擦擦 快坐 我听珍珍说 她是单亲家庭 你们家还是农村的 是的 那我可是海贵 我看在你们家拆迁分了这么多钱的份上 我跟你姑娘结婚 你准备带多少家庭 那说说你的想法 这嫁妆吧 你们家就出88万8千8 你也不想让你女儿嫁过来 没有底气对吧 至于这个彩礼吧 我们家就出66000 66大顺图个吉利 怎么样 没什么意见吧 这些嘛 只是个形式而已 这房子吧 我妈有 等我跟珍珍结婚以后 珍珍 你就搬过来跟我妈一起住 这样也方便照顾她老人家 毕竟子女照顾父母是应该的 对吧 那是应该的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 房我们家出了 车必须得你们家出 至少得百万以上 毕竟像我那些国外的朋友 开的可都是好车 你也不想让你的女婿开出去没面对吧 没事 你接着说 我听说咱们市里边还有套学聚房 你这样把它顾顾到我名下 以后方便小孩上学用 行 没问题 诶 珍珍 我妈可说了 等你到我们家以后 这洗衣服做饭 带孩子做家务 都得你一个人来做 你给我记住啊 千万不能请月嫂和顾保姆 可是我在家都没做过这些 那我不管 那是你的事 我妈还说了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 等我们结婚以后 你最低得给我生十个孩子 好让我传宗接代 你妈说的这些都很对 亮仔 你刚才说的话我也听明白了 你和我女儿不合适 请回吧 诶 你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 今天我能来这儿 是你女儿求了我一年我才来的 你们都是乡下人 跟我装什么明星世间呀 够了 农村人 农村人怎么了 网上数三代 谁家不是农村人 农村人不拖不抢 农村人质朴善良 轮得到你在这里说三道四 女儿 人生的另一半如果选择错了 你的每一步都会在错误之中 尝尽人间疾苦 取舍两难 婚姻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品责任和担当 以及刻在骨子里的三观和教养 听吧的 咱们有福之女 不进无福之门 亮子我们不合适分手吧 我给你脸了是吧 出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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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